传艇国际有限公司 防卫室数位显示静电防治测试器 您的生产线做好静电防护管制了吗? 您的管制确实安全吗? 您需要更安全的静电防护测试器来帮助您 购买传艇国际有限公司 产品开箱后请先检查下列配件 GZ100测试主机 主机已安装于测试黄板上 最近一年内原厂照验报告 操作说明及规格光碟说明书 设备接地连接线及脚踏板连接线 原厂110-220V双用直流电源供应器 标准双脚斜行测试踏板 GZ100主机共分三大部分 主面板LCD及LED测试显示区 包含模式切换开关、手环插孔及按压铁板 底部各项端子擦孔 顶部PC连接端子 操作步骤 人员穿戴好静电防具后 站立于双脚测试铁板上 将模式切换开关拨至中间 萤幕显示挟去碗带测试上下限值 带着碗带插烧插入测试孔 按下中央感应铁板 逾三秒后出现声响、LCD及LED显示测试结果 接下来以模拟实际使用来展示 以斜距测试模式搭配专用电阻核示范 将电阻核设定于1MG Low时 显示Fail Low警告 设定于1MG Safe时 显示Near Fail Low预警 设定于35MG Safe时 显示OK合格 设定于100M Safe时 显示Near Fail High预警 设定于100M High时 显示Fail High警告 何谓Near Fail Near Fail为禁施效功能 是全顶公司产品开发专利设计 以目前法规限制 人员晚贷及鞋具的标准 如果当人员鞋具 未妥善清洁之后来测试 也许测试时 数值逼近上限值 但仍在测试合格范围内 如果持续工作一段时间后 这时鞋具的主抗 非常可能会超出范围 其间所接触到的敏感产品 原件 有可能就会出现不良品 或危险良品 简决知道 必须在管制口前 就要发掘这个问题 所以测试器上 如何提供安全的保护 就是近视效Neofile的警示 当鞋具出现主值偏高 但合格时 在LCD 萤幕上显示Neofile信号 LED显示黄灯及绿灯双灯号 来提醒进入EPA区的人员 要检查防具 若搭配本机提供的干接点控制自动门 就可设定人员强迫检查后方可进入 本产品亦有多项选购配备 不锈钢支架 GZ100专用校验电阻盒 精美壁挂镀铦罗柱柱 可外加立体型声光灯柱 使用船顶国际产品 将提供一个月内新品故障免费换新 并有一年原厂无偿保固 五年保修服务 如是其他详细资讯 请下原厂网站 www.megalinksauce.com 或直接联系全球各地经销商 感谢国内外各大厂支持爱用本公司产品 感谢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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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